《玩具TV》第十七季第二集 今次我都挺意外意外 原因是突然之间我立了一件好东西 为何这么说呢? 《乐印战士格斯》 本身是我五大追捧的漫画之一 格斯的战斗用《撞绝》来形容都真是不为过 如何由一个少年兵变成白人斩 如何追求女士 如何被人选择 如何走上复仇之路 非常精彩 不过不知道何时结束 好了 慎完之后 真是说回了 《乐印战士格斯》 《狂战士模式》终于出场了 想我继续讲下去吗? 不是 我听过你讲的故事很好听 当然 因为你也有说故事的方式 以前你有没有学过这些 我自己一向都喜欢做Drama 以前是Drama的面 也真的有玩过 对 声音是有点不同的 先说正经事 很开心 终于可以和德哥做一比六比 我更高兴 我终于可以和一个专业的人做一个节目 哈哈哈哈 又是这样 好 特别让你进入的 又是不行了 今天这个是新的 三出街两天 两天 两天 好像听闻是 多一句 FREE ZERO 本身就着这个劍锋传奇 其实都吹出了不少产品 当然 这个台湾名字很好听 不过我也是喜欢叫《乐印战士》 会否是特地找这个线 回答不了 对 和老板的名字很相似 好 都不开玩笑 其实本身纯粹说的产品 我怎么也要说一说盒 是否反光反得很厉害 其实我想是反光的 所以在上下摇 你看到本身盒 其实都做了一个 银底会见到这个格斯托着把斩笼 都是那句 既然说得格斯说得乐印战士 斩笼是不可以不介绍的 事眼关系 我们已经把手放在这里 其实和上次的斩笼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就不大 不过你看看本身的剑柄 就和上次会有少少出入 当然 你会见到剑身有一些 叫做轻微少少的旧化 亦都有一些斩过的痕跡 当然是铁瘦状 就不是说血 如果大家高兴的话 我亦都很强劲推介 大家自己加一些血跡下去 另外 sorry 这里那些上色 我觉得可以和大家提提 你见到其实它有少少 pattern 我想它厂那边做了一些功夫 想做到旧化得来自然得来 又不太过死板 但我看到的 pattern 其实做得很好 在这里我看到差不多 超过四颗色 去组成这些 好似舊化 即是创伤性的痕跡 就挺漂亮的 或者简单说一说 本身的剑身都是黑铁底 另外就是银底 有些黑色的瘦化 以及一些啡色的 类似隔剑的痕跡 阿嘉如果我说漏了 你可以补飞 另外 本身可以看回它用布整的剑柄 即是剑柄 即是把手是非常之正 我初初以为是否我的手濕了 所以摸到它 好像真的做了旧化 sorry 不是的 真的本身已经做了 这个包都是physial 你觉得挺可怕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把手掌在后面 在剑柄 对不到招 好 好 好 布製的部分 其实他们以往做都是很多旧化 其实布製的重旧化 其实挺可怕的 因为很容易会过整 颜色会变成一匹啡色 其实如果你玩过旧化 你会知道 不可以的 如果是塗装的技巧很高 选择不同的油去做 就是凝固性速度快些才可以帮到手 其实我也这么说 在physial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技巧 特别是TK 特别是Ashley Wood 一比十二 一比六油 很多 很常用布製造这些 但你见到大公司很少有 对 某些大公司 不是 重点也是一句 你想想 格斯差不多两米高 这把斩笼 你觉得比较对吗 对到爆 对到爆 所以 真是没办法 好 赞叹完这把工具之后 始终看我主体的 格斯给到什么 大家 我又或者放前少少 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 我弄了 没错 今天两个都穿黑色衣 但他都穿黑色衣 对 对 对 如果穿黑色衣 相机拍上来就会 好 不断以人手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 当然 我相信大家 最重要的是 看狂战士甲本身的文理 如果你说真是看狂战士甲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看上去 应该都是看到黑色的 不过 原来是什么色 我不知道本身 可不可以特别 或者我给大家看正面 遮掘一点 灯打下去 除了黑色之外 不知道大家会看到 有没有其他颜色 其实是紫色底的 本身真是要处理这些甲 它也是在甲上面做了一个紫色的底色 跟着再叉黑色 再盖上去 令到大家在视角上 看上去就会比较 我看见很多 跟着狂战士甲 比较简单 都是用植文去处理 所以不会太复杂 最主要就是 做狂战士甲的外形 其实已经很杀食 看看头 close up 整件事的精髓 我觉得是在头上 本身因为狂战士甲的造型 它的甲不是差 不过 它的头的设计是最正的 所以我想大家 close up 看头就是这样 格斯本身被狂战士甲侵蚀的痕跡 另外它的右眼是盲了 这里也有做 当然它不仅仅一个面型可以换 一不做二不休 也不需要 或者你帮我换一下 拿我头先 close up please 本身我没有特别入键 其实还有一个疯狂形态的抗战士甲 它会连接这个头给你 其实眼睛会看到最Signature的Z字型 以及有一个略为可动的下额甲 当然 其实里面这个格斯的咀 是绝对可以插出来换上去 不过我不在此再花时间搞了 不过这个头子很帅 转头换 所以时间关系 让大家看看可动性 我打側给大家看 但这个面罩是不能脱的 即是它没有眼 绝对是整个头拔走的 没有眼的 我直接拆给大家看 它本身整个面是可以缓有眼的 说回了 颗 向后一般 但向前 可以凹几下 可以再抬点 因为颗后面是TVC 软胶 对 可以看到颗 因为之前有些人拍照 说颗子不够长 大家可以先看清楚 其实肩膀和肩膀移高再拍照 便会觉得颗子不够长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我拉低一点的斗篷 它这一块染是可以动的 所以它的头向后摇 那时可以放心地向后摇 而且本身都是PVC 不会特别硬的质地 是有一个弹性可以动的 所以是挺好玩的 另外 玩完头不玩斗篷 看到本身 如果纯粹说装斗篷 只不过是把前面的胸口夹 拔出来 想说多一点 就是 它这个斗篷 其实这个位置有一粒磁石 当然这里是看不到的 其实这里也有磁石位 所以你其实凹了下去之后 就已经定了位 照样摆下去就可以 而斗篷 惯性地 这个位置是有铁线的 两边 你都可以就着你自己的喜好 去调校斗篷的动作 不要强硬在这里 爽扭会断 只是铁线来的 好 玩完 接着就玩肩膀 这里其实本身分了两层铁 外面的一个磁石 里面还有一块铁可以移动 所以譬如说你移动肩膀的时候 是可以超过90度的 当然再拔 不是说不行 我抬底而已 另外 听不听到声音 肩甲也是可以 有一个活动位置 可以让你前后移动 所以双手握着斩笼都不会成任何问题 接着 这里都是PVC做的 所以你移动的时候 也不用太担心会碰到甲 或者会玩花 这些路路 有一个横軸 方便你左右转 手肘 其实大家如果慢慢移动 你会看到有一个连动在这个位置 神经病 这是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 手握着 本身都是用一些大家很常见的波组 看着这些位置 這個鑽很關鍵性 德哥 其實我相信玩千直鍊的合金 你會看到這個垂直鑽有很大的幫助 擺姿勢 雙手握劍 完全是雙得益章 否則會有很大的障礙 你玩6-7吋的鑽就知道 因為沒有這個前臂轉 最可怕是貼住 玩1-7吋真的是這樣 其實三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比例、美觀和可動性 要作出最好的平衡 我不可以說擺姿勢位做得很漂亮 但這個關節位也做了一些紋理 你看上去做這個貼到盡的動作 也不會覺得很突然 還可以 它做了一些折紋 即是不會有一個很平面的走出來 沒錯 好 腰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上腰也好 上腰也好 本身的模型 在軀體上有兩三段的關節 但它因為有些盔甲的造型問題 其實會影響 但它這個出零在 大佬 我想說 你有盔甲造型 你都可以收拾錢 因為它 有蕃茄收拾到 對 它放棄了 就將一個主要內身 即是不是真人身 它就用一個分件去處理 這是好的 因為其實盔甲造型 就不會很過眼 有些人會選擇整塊盔甲造 那就大件事了 就硬了 你問我本身 其實這個軀體是否漂亮 我就覺得一般 但它是蓋著盔甲的 大哥 你收拾盔甲也做到 真是 神經病 這個彎腰通常是做一些很渠廢 很渠喪 戰鬥之後很累 很瘋狂的樣子 其實就很漂亮 另外 你看到本身後面這兩個都是PVC做的 不過大家小心點 本身的點位其實也不是很多 就是千萬不要有空無食 用來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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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硬的 不知道你們那些 前面 這個護音甲 亦都可以叫做有些可動 變了不會說是你在動手動腳 那時候有些妨礙 另外 大家最擔心的是 其實我喪樓會不會有問題 你也不用太擔心 這個雖然是硬的 但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其實我想說這個東西是我的 所以我可以這麼放心地玩 我也記得 沒什麼話想說 當然大家在動手動時 要注意不要硬硬塞那些位置 就是這些露露 大腿上面的東西會困到 對 又可以做這個 對 差點再漏漏地 有些觀眾在這裡說 顏色其實要很細緻近 才能看到 其實有做到舊化 當然你說多與少這個鏡子 剛才我看過蠟 我一看都很乾淨 錯錯了 看真點又不是 它很斯文地做到舊化 很斯文 對 因為它像一些剛剛穿起身 即是未經過很重型的戰鬥之下 那種規格狀態 就不是打到戰損的狀態 我真的很喜歡玩這個單腳踢的姿勢 你絕對是 它絕對是一個 不錯 不過重點是什麼 腳踢低有V-0標誌 哈哈哈哈 是想騷擾這件事 真是問你死了 好過 有個餅 是嗎 是嗎 嘩 它用一個標誌來代替 腳踢得不錯 既然我也是在擋著腳 大家留意它的膝關節 跟這個手肘一樣 是有連動 嘩 又是對摺 神經病 我記得它們高層都說過這件事 它們出的玩具要playable 嗯 要玩得到的 這個是摸著酒杯底的時候說的 哈哈哈哈 你而已 我也是傳回來 我也是聽你聽說的 你出了playable之後還有什麼 Durable 是 哦 不是粗口 Durable D-U-R-A 炒阿布 好 接著腳 嘩 我覺得它們的處理是比較大膽一點的 在關節方面 好大膽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你擺著造型是對的 你用來按摩 因為你有時要做這些姿勢 你要嘛 大哥 我經常在想你可不可以做個暴驚雲 是暴驚雲 但你把大膽子帶到的蹲 真的很拒鬆 接著劍頭 是嗎 不好意思 這個是你的 沒事了 沒事了 多Durable 那個貼地呢 腳跟左右 有什麼話要說 大哥 腳跟的關節好像挺夠緊 是 其實我喜歡緊的 我自己 一定要緊 因為你不緊 你很難站 腳跟不緊就死了 一敗塗地 另外真的要說 本身大家看到我不停扭 本身的關節 你說很緊 其實就不是 你跟Metal Build那些比 你要用盡九鵝月膚之力去拔 不是的 但本身都實正 不過至於其實真的要試 格施這個Figure 那些關節是否實正 真的不好意思 我要馬上看看 他可不可以單手拿這個斬龍 就知道 因為這把東西都不是輕 如果他單手拿得起 而不會不舉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沒有話可說 有人在笑 很驚慌 基本試一下 左手 剛才放在左手 就是左爆 要補大力 我記得以前 慢慢慢慢 沒事 我喜歡 我記得以前 我們做生產Figure 我們會怎樣試 就是拿著公仔的腳跟 就把它打橫拿 就是怎樣 就是這樣拿 就試它的關節 寬關節、塞關節 夠不夠硬 好 當然 SUMER的公仔 就沒有特別多 爆光而已 又來了 第二次在節目中受傷 不是 他在說Figure 第二次爆光 對 因為口感很大 關節 真的可以試一試 其實他們在工廠裡 有一些評測的基礎 把關節拿著之後 他可能不是做某些動作 那些就過癮 他就拿著某個關節 把整個公仔的重量 去考驗關節 夠不夠實 可以可以試 有它有 托賴 它是沒有筆舉的 OK 不過剛才看過 手腕的關節 大家注意一下 在水平轉 是沒有那麼緊 現在就OK 這個動作 就是考驗那個第一關 當然 你說如果我彈一彈 他這樣打橫 我相信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不跌 但起碼我這樣 你的手肘 手肘關節 夠緊 哇 這真的厲害 哇 哇 感覺很安 一邊做一邊 可惜 我覺得這樣 是不過癮的 是不過癮的 我想放一些 魚掛這麼緊 慢慢 可以嗎 可以嗎 其實這裡擺的姿勢 比較漫畫化 因為正常的雙手劍 尤其是這把超巨型的劍 其實沒有什麼人的能力 可以這樣托返 所以說明 本身 其實格斯 用斬龍 它是可以單手去持劍 還是很輕鬆地做 所以它才是 在人類來說 是怪物吸收 可以將怪物 不停斬殺的 最大原因 所以它連麂的手都可以炸到 是 這個真是可怕 不過要炸一炸 不知道誰會選擇 它用紫色打底 真的不錯 是漂亮 它本身 如果你有看過 三浦健太郎 這套 本身它有畫過 全紫色都試過 但是 它本身 它作畫的打網 是一種很強的個人風格 所以看見本身 其實狂戰士甲 它為何特意用這麼多植物 去表達 就是跟回本身三浦健太郎的畫風 是 補充 好 我真的一定要做多一點點 才能完成這件事 有人問 有沒有台座 沒有 沒有 有沒有進步 是有進步也沒有進步 沒有台座 但是在人類身份時的Signature的攻擊 就是用它這個左臂而知的大炮 而當它和狂戰士甲混為一體之後 它的必殺技就得到昇華 就成為了Iron Man 好 給觀眾看看 這個設定真是 那個手是用屈下去的 就是多一手 掉下來 因為它本身是耳枝來的 是裝炮的 所以完全可以保留到 它這個最強勁的必殺技 變成前面有拳頭 上面有杯甲 下面的手可以拗痕 嘩 真是頂你的按鈕 還可以拗痕 拿著蒜魚打 都是這件事 差半倒 令到後半 首先講講的披肩 這些也是花了大家 製作團隊很多時間去做的 你漢字就這樣自己用剪 其實它們要度過 要有些紫樣 Pattern在工廠裡 再規限住手工 可以用刀帽做的 我知道 但有時用刀帽做 有可能會太過機械化 這些就是專業的 對 還有舊化 你看到它是再重新掃了 顏色上去 對 不是只有一塊布 大家留意一些 類似陳臟的東西 輕輕地印上去 希望它們下次做的 再漂亮一點 就是近地下的位置 再骯髒一點 對 這樣就會更漂亮 這些我其實拍完之後 應該都做到一個效果 對 但廠真的有一個難度 但希望它們下次可以再漂亮一點 也有 對 好 今集先講完 待會見 待會見